主席 1月初第五波疫情至今已接近3個月 今次抗擊第五波疫情 正如我在1月初和大家交代 我們沒有採取一個逐步推進的策略 而在第一時間已經實施了最嚴厲的措施 無論是外防輸入或內防擴散 都是在兩年多抗疫中最嚴厲的措施 當然包括有九個國家的地方性熔斷機制 亦有很多社交距離措施的限制 都是和以往不同的 以往是逐步收緊 今次全部都在1月7日已經全面收緊 經過了這三個月 我完全明白到在香港的企業個人 都是有很多焦慮 有很多關注 近日特別是有一些外國的商會 和金融機構 以至到海外的傳媒 對於香港在疫情之下 是否能夠保持到它的國際地位 以及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以照其他商務的角色的關注 所以今早我就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跟大家說說這個情況 我在早前不同的場合都說過 我是非常重視香港的國際地位 甚至說可能沒有人在香港 比我更加重視香港的國際地位 因為作為行政長官 尤其是在本屆頭的兩年 我是花了很多時間外訪 出席世界經濟論壇都先後三次 就是希望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 來講好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成功故事 所以在抗疫工作裏面 我們從來都沒有忽視到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商務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 國際物流中心 而需要有的工作 但是畢竟在生命至上 人命安全的大前提之下 亦都要採取一些防控疫情的措施 這些措施或多或少 對於企業和個人有些影響 所以雖然沒有具體的數字 但是近月說香港有一些人才流失 有一些機構和企業的高管人才 都離開了 我亦都覺得可能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是最重要是香港保持到它的傳統優勢 我們相信在疫情過去之後 香港是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發展 但是短期在疫情緩和之後 我們都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這個就是包括在3月21日 我公佈的有關於可以取消了這9個國家的熔斷機制 其後亦都增加了一些檢疫酒店的房間 以及對於航空公司的航班或者航線的熔斷機制 亦都做了一些理順的工作 令到這些海外人員的往來可以稍微恢復 昨天我亦都是和一個叫做國際商務委員會 成立了很多年的政府委員會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 由於我做了四年半的政務司司長 所以我和這個國際商務委員會 都有很緊密的聯繫 昨天我邀請了國際商務委員會的成員 就是說各個國際商會的代表 和香港的總領事和名譽領事 我們超過130人出席 開了一場視像的會議 在會上我就再和他們交代 我在3月21日公佈了的措施將逐步落實 亦都是回應了他們的一些關注 這個工作我們會繼續進行 我在這裏停一停請許局長 跟大家講講在金融中心方面的現狀 稍後很高興可以回應大家 各方面有關於抗疫工作的提問 Kris 謝謝行政長官 各位市民住民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是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在疫情之下 香港的金融穩定的情況 第二就是政府對於金融業界的援助和措施 第三就是我們鞏固和培育金融人財富的一些策略 特別要強調的正如剛才行政策局所講的 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在我們奮力抗疫的同時 將會致力連通內地和海外 持續地創造金融市場更加大的發展空間 亦都是我們通過這樣的舉措 是吸引環球的企業和人才 繼續在這裏扎根香港 利用香港作為舞台去拓展他們的業務 以及發揮他們專長的關鍵 首先在疫下的香港金融市場的營運方面 是營運有罪的 投用資和交易活動都依然是很活躍 三月以來股市的日軍成交額大概是1800億港元左右 那滬深、港通、北向和南向的日軍交易金額 真的超過1000億人民幣 以及420億港元的 全部接近或者高於去年第四季的數字 這些都說明了我們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依然是很高效地運作 為國家和全球的參與者 是提供必要的投用資、定價和風險管理等關鍵的金融服務 從一個比較宏觀的經濟角度來看 環球市場近日出現了各種風險事件 大家都知道包括科技股的股價波動 烏克蘭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成熟市場開始加息 以及對於新冠病毒疫情的憂慮等等 香港的市況因此也曾經出現過波動 但是香港市場是展現了強大的韌性和穩健的根基 交易、結算和支付這些重要的環節 是沒有出現問題或者任何的系統性風險 政府和我們的交易機構對於市場會繼續密切監察 留意沽空和淡倉水平、衍生工具的持倉量 以及金融機構自己的財務狀況等的關鍵指標 堅守我們香港的金融穩定 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 是佔我們本地生產總值超過130% 也是港元貨幣基礎的接近1.8倍 是我們貨幣和金融穩定的定海神針 無論是面對疫情的衝擊 又或者是其他宏觀的風險事件 我們都有十足的信心去維護我們香港的貨幣和金融穩定 事實上我們金融穩定也是廣受國際認可的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3月初 公佈了對於香港一個定期的詳細分析評估報告 再次肯定我們香港作為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具備了穩健的強硬的這個金融體系 並且認同我們香港金融業在疫情期間持續擴展和發展 在最近公佈的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報告入面 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實力 也是再次獲得肯定 總排名是維持在全球的第三 第二點想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政府對於金融業界的援助措施 財富局組在疫情發生比較早的時間 已經在防疫抗疫基金之下 推出資助證券業和貴均屬貿易行業的計劃 計劃同時給機構和個人現金的資助 兩項計劃的資助總額是接近一億元港幣 來到最近我們抗擊第五波疫情 由於金融業在疫下整體業務依然相對比較理想 我們應該將資源更加精準地用在援助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和中小企 所以行政長官日前宣布會推出新一輪的保就業計劃 將會在這個政策目標之下發揮最好的效果 僱員不超過五十人的各類中小金融機構 例如政見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都可以從中受惠 同時我們亦都關注金融和會計業界在疫情之下 面對一些在營運方面的困難 為了業界持續提供支援措施 最近大家都留意到 稅務局已經公佈了 會再度延展一些結帳日期在不同的個案 關於利得稅報稅表的一些提交的限期 希望通過這些措施能夠藉此緩解業界的壓力 此外港交所也就上次公司通過線上的渠道 舉行股東大會更新的指引 在疫情之下為業界提供方便 我們財富局也會繼續協調各個政府部門和交換機構 去支援業界應對疫情的挑戰 並且適時向市場發佈在疫情之下 我們維持穩健營運的指引 第三點是我們長遠一點 鞏固和培育金融人財富的策略 我們很清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在抗擊疫情之下 我們都需要致力維護和恢復 和內地和國際市場的聯繫 和穩定我們的金融人財富 行政長官就此已經公佈了 為這個穩控第五波疫情的中期檢視 當中是多項措施 包括取消那個國家的禁飛令 和抵港人士在隔離七天 和進行了多次檢測陰性之後 可以提早離開檢疫酒店 其後的七天在自我監察期間 也可以離家去處理正常的事務等等 這些都回應了業界近期對我們提出的重點關注 在最新的公佈之後 我都馬上接觸了金融界和商界的朋友 去了解他們的意見 都知道這個階段性的抗疫新路向 都得到大家的廣泛認可和歡迎 放眼未來在疫情過後 我們要持續鞏固和培育我們金融的人財富 為業界創造更大的機遇 長餘的策略重點是要協助業界 把握金融科技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 這些新興的機遇 在這一方面 財政司司長在最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已經推出了措施 例如為培訓和獲取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專業資格等 提供資助 以及積極去落實在資歷架構之下 制定金融科技從業員的專業資歷等 政府培育今天人財的策略 其實是整存和齊備的 既關顧在學的青年的朋友發展他們的事業 亦協助已經在職的金融從業員 去捕捉他們市場的新興機遇 以建立我們香港金融人才的梯隊和儲備 早前推出的金融服務業創職位計劃 有一個畢業生版 以及將會在今年推行的金融科技從業員的培訓資助先導計劃 都是一些好的例子 我很有信心在逆後 推出更多發展市場的政策舉措之後 我們香港金融業的人才庫 將會持續不斷壯大 簡而言之 在抗擊疫情的當下 我們會堅守金融穩定 持續為業界提供支援 也會放眼未來 不斷思考和落實更多 有利業界的發展措施 鞏固和培育我們金融的人才 推動我們金融發展能夠更受一層樓 多謝大家 好 現在是提問的環節 我想提問的記者朋友 請先舉手 喊到你的時候 請看出你代表的全民激況名稱 然後用我們給你的麥克風去發問 首先是我右邊後排前色衫 最邊的位男記者 戴白色口罩一位 行政長官你好 許局長你好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 第一個問題想問內地的中醫專家 昨天就抵講了 未來他們將會怎樣的方式 跟香港醫護人員進行合作呢 而現在香港單日的新增確診人數 回落到四位數 這個疫情發展底下 為什麼會推薦這種中西相結合的模式 進行防控 這樣的治療方式 對香港的防控工作有什麼幫助呢 第二個問題想問第五個疫情爆發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的分析 就說有可能跟確診的抵港人士 所住的監禁酒店的防控工作有關 而中國政府早前宣布 從4月1號開始 會撤銷的九個地方港人可以回到香港 而需要在指令酒店的接受強檢的 請問特首 現在在疫情本地的防控工作 比較嚴重的情況下 政府如何去做好外防輸入的工作 包括提升檢疫酒店的防控要求 而盡量避免相關事件發生 謝謝 多謝兩位問題 第一就是昨天 大家都知道了 我就是迎接了 另一批內地的援港的專家來 這一次就是一共七位的專家 都是屬於中醫藥的專家 組長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童小林 也都參與過在過去兩年 很多抗疫治療病人的工作 這次來到 在幾方面 會為我們提供大力的協助 第一當然是配合特區政府 經早前的另一批專家 特別是梁萬年教授領導的專家 認為在這個階段 特區政府的防疫工作 應該是放在三減方面 即是減感染、減重症、減死亡 而中醫藥在內地防控疫情的過程裡 是發揮了它在治療方面的作用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 能夠多應用中醫藥來達至減重症、減死亡 是非常之有悲憶的 早前大概兩個禮拜前 當有一支三百人的內地 援港的醫療隊來香港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組長 已經是一位中醫師 是廣東中醫院的副院長 張忠德院長 人稱他是德叔 他的經驗是非常之豐富 也都參與過至少去過十個地方 即是內地的十個地方 來治療新冠病人 昨天因為張院長也都被中央委任為 是這次中醫藥專家組的副組長 昨天他都一起去接同小林院士 在談談的過程裏面 他告訴我 他們來了這兩個禮拜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醫管局的社區治療中心 就跟香港醫院管理局裡面的醫護人士 一起合作來治療 有幾方面的突破 這個對我們未來的中醫藥發展 是很有啟示 第一就是那個突破就是 中西醫是共同會診 同一個病人是中西醫一起去匯診 另一個就是中西醫一起巡訪 一起去看病人的發展 第三就是一起處方 究竟這個病人應該是用什麼藥物 第四就是共商新冠患者的個案的發展 這幾方面恐怕以前在我們的香港公共醫療系統 是比較少出現的 一般都是中醫還中醫 西醫還西醫 而西醫就集中在公營醫療系統裡面 都是西醫為主 而中醫主要是一個市場 那方面是照顧香港的市民 所以我覺得在治療方面 今年有了內地的中醫專家和中醫師來協作 就不但能夠達至我剛才說的三減目標 亦都可以對未來香港中醫藥的發展 開出一條新的路 所以這次的中醫專家來到 我們都會安排他和本地的中醫業界多些的座談 還有交流 看看可不可以按住香港實際的情況 亦都提出更加好未來發展中醫藥的意見 另一個就是隨著個案逐步下降 我們有兩件事亦都要好重點做 第一就是防感染 第二就是加快病者的復原 在防感染和加快病者的復原 中醫藥都會發揮一個可能比西醫藥更好的效應 大家都聽過了中醫的特質就是致味病 所以它在防感染方面是有成效的 而本地的中醫師包括香港浸會大學的中醫學院 亦都研發出一種防感方 現在正在生產希望給多些市民可以使用 在復原方面一樣 我們中國人經常都說 做完大的手術之後都要調養身體 都是用中醫藥的 所以怎樣為我們的新冠病者 在治癒了之後的復原 都是可以多用中醫藥 事實上今天醫院管理局 已經在核下的十八間中醫診所 提供給康復者一個免費的療程 就是可以看十次中醫的 但這些服務可以提升 這個就是回答你 我們為什麼在這個階段請了內地的中醫專家 他們將會在香港抗疫工作發揮的角色 第二就是在這一波疫情 現在來到這個階段 我們都是要考慮一方面堅守外防輸入 所以在外地抵港的人士都是要集中在檢疫酒店隔離 但是都不能不讓一些滯留在海外 特別這九個國家的香港居民 有一個回來的機會 所以宣佈在4月1日之後 這些國家的禁飛令解除 有航班 而香港居民亦都預訂了檢疫酒店 就可以有罪回來 在檢疫酒店其實我們是非常嚴格 是非常嚴格去做好那些防疫的要求 以及檢視的工作 以至到通風系統 諸如此類 所以在第五波疫情 沒錯 是有一個個案 是現在看下來 都是在檢疫酒店感染的 但是這個了解了情況 就知道其實不是很可以說是制度上的不足 而是有些不幸 就是一位人士已經去到他在檢疫酒店的尾段 因為Omicron的病毒傳播是這麼厲害 可能在開門之間被另一個後來的感染人士傳播了病毒給他 從而走入社區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每一間的指定的檢疫酒店都有一套要求 我們亦都有同事去監督這一套要求的落實 這些工作會繼續加強和進行 多謝 好 接著是第二位記者的提問 我的前面前排紅色衣服 那位男記者 你好 AM730 我想問回其實疫情之下不止外商是照類 其實本地的小商戶都在小商戶當中 近日有食肆的老闆也都在一年幾日在報紙下廣告 就要求政府抗疫之餘 也都希望可以在今年11月盡快解除一些限聚令 或者是開放出入境限制的措施 亦都有專家就開始提出這個社會的恢復常態的路線圖 那想問回你對這些意見或者訴求有什麼看法呢 還有在分階段解除這個社交距離措施之後呢 對於解除限聚令呀 口罩令呀這些 有沒有一些提供時間表呀 或者實行這些措施的指標 令到市民知道政府的計劃和方向呢 另外想問回就是19年冬至的時候 康民署和警方的行動呢 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就丟棄了毛家姐家蕩 那昨天就是小一錢債就判了這些毛家姐得值 但是就象徵息就博賠一百元 想問回你特首會不會就事件向這幾位毛家姐 特別是其中兩位在程序當中呢 是離世的毛家姐道歉啦 還有確保政府人員是更加尊重毛家姐的基層市民呢 還有那一百元的罰款之外 政府或者你個人會不會提供一些額外的補償呢 另外最後想問回呢 其實特首在司長在任期間 在特首選舉的提名期前大概一個月左右就辭職了 另外你上一任的特首呢 就在提名期前兩個月就宣佈不建築連任的 那想問回其實 星期日就是特首選舉的提名期了 其實市民都很想知道你 會不會參加五月的特首選舉 你可不可以明確告訴市民 你會或者不會參加特首選舉呢 如果不明確回答的原因是什麼呢 麻煩你 第三個問題已經回答了很多次了 答案都是一樣的 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是4月3日開始 本人現在目前唯一工作是抗疫 我沒有其他的答案給你了 另外那兩個問題就是 關於香港的本地商戶受到影響 我們當然知道了 也都是為此我們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支援措施 防疫抗疫基金先後做了六輪 其中兩輪都是在第五波疫情推出 而且推出的時間是很快 效率發放這些補助金也是相對比較高的 另外也是推出了一個2022年的補就業計劃 而今次的補就業計劃正正是聚焦幫中小企 所以剛才許局長都提到 在金融的領域大公司我們就不會幫那麼多 但是小型 即少過50個僱員 我們都全數會幫忙他有工資補貼的 究竟接下來的路線圖是怎樣 這個一定跟疫情相關 但是我在3月21日其實都已經給了一個 現在社會上都是認同 是對他們很有用的路線圖 就是說如果疫情是不反彈 是繼續持下降的軌跡 現在這幾天都是下降的 去到4月21日開始 大部分的社交距離措施 就可以分三個階段 三個月就逐步解除了 去到第三個階段 其實剩下的已經不是很多 不過限聚令和戴口罩 看來就會持續一段日子 這個其實已經說了 不過在分階段分三個月的時候 還有一些細節我們稍後會公佈 大家待或者再等多一回 至於那個特別的個案 我知道都是屬於科樂文化事務處的工作 應該由處方回應你剛才那些很具體執行上的提問 但是我可以說得很清楚 我留意到有個組織 香港特區政府沒有人關心毛家姐 也不知道哪個部門負責 這個比較宏觀的問題我可以回答 負責的部門一定是社會福利署 因為本人曾經當過三年多的社會福利署處長 支援毛家姐是我當年作為處長重要的工作之一 亦都在當年提出了一些怎樣去支援毛家姐的措施 亦都協助一些機構 特別是有幾個很關心毛家姐 它的機構名也有毛家姐的名字 在這裡的機構提供了一些援助 一些資助給他們成立去服務毛家姐的宿舍 或者就業支援的計劃 所以我會要求相關的部門 繼續去履行我當時對於毛家姐的關注 繼續做好支援毛家姐的服務 好 接著是下位記者提問 我的右手邊前排最邊的那位男記者 楊秀這位 麻煩你 你好林太 想請問一下剛剛提到 昨天跟了一些商會的代表會面 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會上面 包括外國領事和商會他們那個 對於你提出了解除禁非令的反應是怎樣 因為其實現在據政府公佈 其實對於通關方面 就未有一個明確時間表 其實是不是已經 雖然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些外國的代表已經有足夠的信心 就是不會撤資或者是不會離開香港呢 如果在未來討論通關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一個原則就是必須要跟內地先通關 或者其實不需要的 跟海外先通關都可以 政府的立場現在是怎樣 政府就著這個所謂通關 就是說逐步恢復人員往來的正常狀態 無論是香港和內地 或者香港和海外的地方 這個仍然是我們的重點的工作 這個工作其實我們的立場都說了很多次了 就是當然希望同時間能夠跟內地恢復人員往來 也都能夠跟海外恢復人員往來 因為香港的優勢和特質 正正是它這種的 你說叫橋樑作用好 連繫人作用好 或者是走出世界的平台作用好 都是很需要連通海內和海外的 如果我們只是能夠通國際 國際的投資者 或者是外來的企業來到香港 但是它不能夠進入內地 這個其實是大大打擊了他們來香港的意欲 這個也是我多年來 跟這個國際商務委員會談的時候 他們很重視香港的吸引力 相對於其他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個進入內地市場 最佳的平台 所謂你能夠保持到這個優勢 所以那個立場是很清晰的 有沒有先後的次序呢 也都很難說 因為看來都是要逐步的 其實今天我們完全沒有閉關 今天還可以進入內地 只要你符合要求 以及進入內地要隔離 要檢疫而已 我們現在這九個地方 也都撤銷了禁非令 就是說其實所有地方 都可以飛來香港 不過同樣也都要滿足 上機之前的要求 以及來到香港 要在酒店那裡檢疫 所以是逐步 你說逐步到在哪個走快點 哪個走慢點 這裡要看實際的情況 我昨天和這130多位的代表的會議 就說許局長都有在視頻那裡參與 但看上他們都是很歡迎 我們早前公佈了的措施 有些出席者認為不夠 要放寬些 最好不能在酒店檢疫 可以回家檢疫 我們都解釋了暫時是不可以的 因為仍然在海外很多地方 尤其是近日他們都放寬這些措施 就是有風險的 他們也都很強調教育的問題 有關於我們日後復課 對於國際學校會有些什麼安排 他們也都是很強調 要可以和內地通關 正正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因素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氣氛都是很務實 很和諧 大家都希望能夠看得到 香港在這次疫情之後 能夠可以盡快恢復 那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多謝 好 我們可能會答一下 英文的問題 是The gentleman at the front Good morning, Hong Kong Free Press Mr. Hoy, this month a business chamber survey showed half of European firms are considering leaving next year Unlike Singapore, we have no roadmap to normalcy you know, what CEO is going to come in for a seven-day quarantine for a meeting or conference Some say the adjustments to travel rules are too little too late to save the city's international status What is your message to the businesses who are leaving? Second, Mrs. Lam, on TCM yesterday you said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uring infected COVID-19 patients has proven to be very effective on the mainland Can you share which medicines you're referring to there? And in terms of sending out TCM to particularly older residents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fear of disincentivising them to get vaccinated if they prefer TCM? And finally, you said last week that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can review the Omicron crisis but many on your own side blame you for inaction last year with among the highest death rate in the world and 7,000 dead At the end of your tenure now have you any regrets on COVID or things you would do differently? Thank you I'll answer the last two questions and then Chris could supplement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business sentiment About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in Hong Kong being a predominantly Chinese community many of us actually use Chinese medicine at various stages of keeping ourselves healthy or for rehabilitation purpose but in tackling COVID-19 because we are now our focus is now on preventing critical illness and preventing deaths So as I have just mentioned in our public hospital system so far is mainly the mainstream is Western medicine We don't even have one single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We are building one in Jianguang O but we did not have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on a very small scale in our public hospitals But the fact i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ong Kong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because of the history But it doesn't mean that it is not effectiv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I was told by the experts I have read a lot of literature how they are able to cure critically ill COVID-19 patients There was a figure given to me yesterday but I couldn't record now that many of the serious and critical cases in various provinces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of the epidemic have been treated effectively through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experts that we have invited to Hong Kong will certainly give us good advice on this We already have two weeks experience of some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curing and looking after patients especially elderly patients at the community treatment centre at the Asia World Expo Now, you asked specifically about our se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all residents and whether this would disincentivise vaccination The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tablets that we are sending in the anti-epidemic back to all the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are for treatment It's just like Panadol or Paracetamol It's not for prevention So, vaccination remain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prevent an infected person becoming seriously or critically ill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whatsoever between the two missions One is to give Hong Kong residents some sort of safeguards When they fall ill they could have Paracetamol They could have this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to cure especially if they have mild fever Second mission is to continue to encourage vaccination especially amongst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And this is very welcome I have to tell you that the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 are very much welcome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enever we go out to distribute these supplies donated or given to u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e are all certain by the large number of fatalities in this epidemic And that's why we are doing our utmost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We have a long list of measures that we have introduced we have improved we have enhanced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elderly peopl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So this is at the moment one of our prioritie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pend our effort in helping the elderly to save their lives Chris Thanks, C.E. I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what are the messages that we want to convey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 think there are two Firstly, in light of this COVID situation which is a global phenomenon I think similar to our jurisdiction we are doing our part on this front to deal with it and in response to many of the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by the business and in particular the financial service sector regarding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we put forward I think as highlighted by Chief Executive we have announced a series of streamlining measures as highlighted and based on our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the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sector they are very much welcomed and well received so on that basis adhering to the overall principle in terms of our anti-epidemic efforts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sure that the comments that are made by the sector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connectivity including the mainland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comments made regarding the schooling and also other aspects of the people's lives will be taken care of as we chart the way forward that's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and the key message I want to convey is regarding Hong Kong being open to business because after all it will look at the place where people or companies try to locate their business definitely opportunities and talent are the key and on that count based on what I just introduced at the outset on the various measures we put forward to broaden the development scope of our sector at the same time to nurture our talent pool I think all these efforts will continue and also continue to be strengthened in such a way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open the busin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this and the next one is the next one from the next one from the left from the left and that's the next one thank you and that's the one from the left in the left of the left 主席 香港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 每一個機構、每一位人都可以自由地評論所有的事 包括特區政府的工作和表現 我們會以開放的態度、謙虛的立場 來聆聽各方的意見 從而改善我們方方面面的工作 但本屆特區政府在接近五年期間 事實是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 在去年發表2021年施政報告 我已經做了一個總編 回報了我們在這一屆政府各方面的工作 但有很多工作是要持續努力才見到成效 同樣地在抗擊疫情那裡 我們由2020年1月開始 最初兩年我們都相對成功 很多海外的機構都反映香港是很成功 但遇著這個第五波的疫情 尤其是Omicron這個變異病毒株傳播這麼厲害 再加上一些客觀環境的因素 今波疫情真的很急很慢 但我們都從不鬆懈 我們從1月開始 已經用到最嚴厲的外防輸入 內防擴散的措施 我們不斷呼籲市民 也相對配合這些措施 當我們看到自己的能力 難以應變的時候 我們也馬上向中央尋求援助 中央也即時為我們提供很多方面的援助 所以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可否改善我們每天都檢視我們的工作 從而可以改善 我每天在這裡和大家做新聞發佈會 都很樂意聽到大家認為 我們在哪些地方有改善的工作 但如果要市民有信心 和保持精神的健康 其實是要社會有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我留意到 剛才提到的研究或調查 都希望大家發放更正面的訊息 政府的官員也多表示對於市民的關懷 這些工作我們也在做 我亦都希望全社會 都可以發放一些正面的訊息 可以齊心來抗疫 可以幫我們一起做義工 去派發這些防疫的服務包 可以多打電話給鄰居或親友 尤其是在檢疫或隔離期間 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 傳媒也可以多報導一些好人好事 特別是我們香港電台第32台 近日成為了抗疫台 都做了很多很正面很陽光的報導 這些將有助香港市民面對這個疫境 從而提升他們抗疫的能力 亦都對香港繼續保持應該有的信心 好 接著是下一位記者的提問 我又有了這位女的記者 麻煩你 早晨 TVB 首先想問回 剛才說到一些海外公司高層 或者一些人員流失了 他都說這個是北真的事實 會不會有些數字可以跟我們分享 還有看見剛才英文問題都問過 有些外資機構可能會選去新加坡 對香港現在還要尋規 很失望 會不會都是響起了警號 所以今天政府會特地去講一些不同的數字 政策 想增加外資的信心 還有同步地 即是內地上海的疫情 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寫文章提到 要做好外防輸入 但見到我們放寬九個國家的禁忌 以及我們又減少了一個檢疫的期間 其實逐步都是放寬 我們會偏向先跟國際社會接觸 保持鞏固我們的地位 才能夠跟我們的國家去做一個 恢復一個正常的通關 即以避免我們成為一個缺口 去輸入到一些疫情給國家 另外想追問就是那個防疫抗疫包 即是接下來星期六就派了 但有一些協助幫手派的團體 就說 還未收到一些派發指引 例如幾時派 派不派到的話 是不是要留信 要不要方便市民去補領 他們覺得在安排義工上有些困難 現在整個政府的進展是怎樣 會不會擔心到時出現混亂呢? 麻煩 第一就是我先回答關於防疫服務包的工作 今天是3月30日 亦都是按著原定計劃 會展開這個行動的首階段工作 首階段工作就是包裝 本人稍後下午連同我的司局長 都會去不同的包裝的中心 參與這個包裝的工作 因為我們要包350萬包 在裏面也相信 除了有公務員的同事 也有義工參與這個包裝的工作 其後包裝完後 在4月1日或2日 就開始向全港的家庭住戶派發 屆時就需要更加多的義工 因為如果只是派發去一些公共屋邨 我們就有房屋處在這裡協助 如果是私人的屋苑 又有物業公司協助 因為有很多家庭在唐樓、沙毛大廈、香村 所以需要更加多的義工協助 我又沒有收到有什麼不清楚 有什麼困難 因為我自己都親自有個視像 和150多位社區的領袖 宗教的領袖見面 如果他們有什麼困難 亦都會和我們 或者向民政事務局提出 但是一個這麼龐大的行動 你說有一些組織想提供義工 不過做不到那個服務 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做 這個不奇怪 但我在這裡對每一位 只要他曾經表示過想參與這個工作 他很有心來一齊向全港的住戶派發 即使最終他有沒有實體參與過 我都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致謝 因為有心已經是一個很正面 很有正能量的舉措來了 有關於香港現在和其他地方 在外防輸入那方面 我們仍然是堅守的 所以我沒有放棄 我們特區政府沒有放棄過 任何外防輸入的措施 但是由一月開始 持續了接近三個月的禁飛零 是少有這麼嚴厲 亦都可能比內地都更嚴厲 就是完全自己人都不能有飛機回來 我們只是理順這個這麼嚴厲的措施 開一個途徑 讓這些面對很多焦慮困難的香港居民 可以飛回來 這並不是放寬任何的外防輸入措施 事實上我們的外防輸入 正如我剛才說的 昨天我們那場的視像會議 很多外國企業或總令市都認為我們太緊 因為他們自己的國家已經放了 已經不需要入境檢疫 甚至有些不需要戴口罩 但是香港遠遠不是這種放寬 更加不會躺平不做事 我們每天都是檢視著 究竟在外防輸入那裡 還有什麼可以完善的地方 今天又在這裡檢視一次 因為4月1日將會多了很多人 在這9個國家或其他地方 飛回來香港 所以在整個機場的流程 怎樣可以做到滴水不流 仍然是一個很重要我們要檢視的工作 所以請大家不要誤會 亦都不要表述我們採取的措施 是一個放寬外防輸入 嚴格的外防輸入當然會影響外資的信心 這個不用做調查 都知道的 你去一個地方 但那個地方令到你離開之後回來很困難 令到你上回早家探望一下你的親戚朋友 或者向總部匯報 但一回來又要有7天的檢疫 這是一定的事實 但香港為了要保障香港人 亦都是容理那種說法 就是我們不想香港是一個缺口 引入了輸入的個案 從而因為人員的往來引入了內地 這個工作是必須要堅持的 所以我們仍然是堅持著這個工作 但是外資的信心 不應該是一個短暫一朝一夕的信心 外資的信心應該是對香港這個城市 對一國兩制 對中央怎樣看香港的信心 從金融的領域 我看不到有另一個經濟體 或者另一個城市 有我們那種來自中央的支持 資本市場的互聯互通 從互港通到深港通到債券通到理財通 我看不到有另一個經濟體 有這種優勢 如果外資都看不到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我知道外資是看得到的 香港仍然是一個他們賺到錢的地方 亦都是這個原因 去年的稅務年度我們收多了利得稅 亦都見不到那些物業市場有什麼波動 股票市場的波動 剛才許局長解釋給大家聽 這些全部都是信心的指標 希望大家都看到 作為香港的一份子 都應該增強信心 應該去找這些正面的指標 來報導 至於你說人才那方面 我所謂不爭事實就是因為我聽到 還有也有些人說 我家公司少了些人 有些國際學校告訴我 下一個學年入學的學生會少了 這些都是作為政府要聽到的聲音 要知道的情況 但是香港一向都沒有這種數據 究竟有多少人離開香港是因為移民 我們沒有移民的數字 我們的數字是一個簡單的 在一個時候的流入和流出 或者叫移入或者移出 如果移入的人少於移出 那就有一個叫正移出 傳媒往往就把這個正移出 就視為是移民的數字 這個其實是不準確 是非常不準確 最近統計處公布2021年的人口普查的時候 我親自看過那個新聞稿 我說我們要解釋給市民聽 究竟移入移出的影響因素是甚麼 過去兩年影響移入的因素顯而易見 第一就是不能夠正常的通關 所以譬如以單程證為例 大家都知道單程證應該是每日150 如果用完就一年移入了55,000人 但事實上因為通關的困難 口岸的關閉 2020年只移入了11,100人 相對於2019年的39,100人只剩下三分之一 2021年稍微好些 但也是17,900人 所以這令香港的移入數字大幅下降 另一個因素是海外融工 外籍融工高峰期 據勞工合福利局局長時上跟大家說 是40萬人 但最新的數字是不到34萬 所以移入又少了幾萬人 所以這些淨而入淨而出的數字 就不能夠是一個從數據上去指示 究竟香港是否走了很多人 譬如一個很簡單的數字 4月1日當我們可以有回到這9個國家飛回來 我現在手頭掌握的數字 當日的班機回來 都是已經2,000人 今天是2,300人 這是否大家就認為 應該很開心 因為很多信心回來 所以這些移入而出的數字 是不可以視為對於香港的前景的信心 或者是移民的數字 反而有兩個數字 值得大家參考 就是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吸引力 第一就是優才計劃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非常 定得很高要求的優才計劃 長期以來我們都是每年1,000個配額 拿到很多獎項 運動員拿奧運金牌 才是一個優才可以來香港 我在任內先後增加了兩次它的配額 由1,000在2020年增加到2,000 由2,000在2021年增加到4,000 而這兩年優才獲批的人數一直上升 由2020年批了1,700人 所以當年如果沒有增加配額就來不了 另外那700人是來不了的 到去年是批多到超過2,000人 這是一個指標 另一個指標就是 對於年輕人香港的高等院校 還有沒有吸引力呢 儘管現在人員往內這麼困難 又要檢疫 但是據我掌握的資料 就是屬於大學資助委員會八大院校 即八間大學的非本地學生 是有增無價 最近這個學年 2021到2022學年 是有增無價 但是當然細分你會見到內地來的學生 是多過海外 海外因為真的來不了 有些都不讓人飛 那哪有夠膽來呢 但是這兩個數字才有意義 就是香港對於優秀人才 香港對於優秀學生 仍然是非常吸引力 所以我仍然是深信 香港是一個匯聚人才的地方 但是人才的本質是流動的 他今天在這裏 他日日可以去別處 然後之後他又可以回來 所以最重要呢 香港有這種吸引力 可以不斷地吸引人才 那麼我對於香港 未來的前景 包括在金融的發展 都是充滿信心 多謝大家 好了 今天都到12點鐘了 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我們來聽到12點鐘再見 謝謝大家